6月12日上午,大熊猫福宝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术瓶基地正式与公众见面。 一大早,专程前来看望福宝的游客们就已经在园区外等候。 大家拿着带有福宝元素的扇子、卡片,纷纷期待与福宝的见面。 我特别喜欢福宝,然后我是从外地赶过来的,然后希望今天能和福宝见上一面。 然后希望福宝能在卧龙快开心心快快乐地成长。 上午9时30分,当通往外运动场的小门打开后,福宝从内设缓缓走出,在新家院子里好奇地四处张望、绣纹。 在探索了一圈之后,准确找到了摆放在运动场的食物,随即悠闲享受竹笋、胡萝卜等大餐带来的美味。 福宝的新家位于卧龙神树坪基地熊猫幼儿园二号馆,现场草木茂盛,中间还有一汪水池。 据饲养员介绍,为了让福宝生活更舒适,工作人员在卷设的选址、卫生、安全等方面做了充分的考虑。 首先在卷设的选址上,我们通过考虑到福宝的实际情况,以及新的卷设的情况,包括它长出之后,可能会带来巨大的人民量等因素。 我们选择了目前的场馆,为了卷设的安全,我们对卷设及周边的环体进行了多次的消毒,以及安全检查和工作。 据悉,从6月12日起,为保障园区正常参观秩序,卧龙神树坪基地将根据游客接待量适时对福宝卷设实行限流限时参观,每轮参观时间为5分钟。 作为大秀猫福宝的奶爸之一,徐翔用心照顾着福宝回国后的生活起居,也逐渐建立起了信任。 徐翔说,福宝适应能力很强,也很聪明,对他说的四川话指令领会很快。 现在福宝状况是很好,就是健康状况也好,性格也不错,就是搬到这个新家之后,他的印记反应都很小,适应得挺快。 总体是良好的,就是从回来那天开始算七号时间左右,就基本上就适应这种状况了,就对我也没有什么抗拒。 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叫他过来培训的时候,进农的时候,都用的是川话。 记者了解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自1996年开展大熊猫国际合作以来,成功繁育了31只大熊猫幼崽,其中已有23只幼崽先后回到中国。 截至目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有32只大熊猫旅居海外。 国际合作的话,从我们从90年代一直开始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已经30多年了,我们在大熊猫国际合作中,取得了丰盛的成果。 那下一步呢,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开展这个国际合作,因为通过国际合作以后,我们可以这个来分享大家的这个集体智慧,来分享我们的这个资源,也会进行这个知识的分享。 大家来共同为我们大熊猫的保护疾病的防控研究,有化培训犯规,包括买自国家公园的建设,来一起共同努力。